民进党中常会今天决议将在5月27号举行党主席的选举 抢在今天宣布参选的前台南县长苏焕智强调 当选后绝对不会缴住2016大选的大位 借此和苏贞昌作出区隔 而前行政院长谢长廷也意有所指的说 许多党内人士也都赞同这个想法 苏焕智正式宣布参选打响民进党主席选举的第一强 担任党主席绝不参与2016选举 专心改革打赢2014七合一选战 苏焕智把党主席和2016做切割 表明和另一位可能参选的苏贞昌作出区隔 选举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策略 他的讲法对他有利的 我想这样也是代表很多人的意见 我们当然是期待说这个2014七合一选举 这是迫在眉梢的问题 怎么把党的气氛还有党的未来的方向能够拟定 能够做一个检讨之后能够大步向前 这才是我们现在要做的 然而光是喊话恐怕已经很难阻挡苏贞昌问鼎党魁 难道最后关头谢长廷可能要亲自出马 谢长廷话中有话在为党主席选举投下变数 民进党中常会同时在今天通过下届党主席的选举时程 4月2号选举办法公告9号到13号进行参选人登记 19号选举号次抽签 5月27号由合格党员投票选出新任的党主席 距离参选登记截止还有一个月 党主席战火已经开始越烧越旺 澳雅卫视周经委汪志聪台北报道